北京人就是很容易满足 就是说不太喜欢竞争 现在来说 觉得竞争是个好词 原来是北京人当中是很厌恶的东西 现在的生活可能要求人可能更高一点 我是在想 你说过去毛主席领导说都有饭吃 当然那时候吃的不好 但都有的吃 现在就可以说有的人他就没饭吃 有的人那就相当富裕 现在本身咱们就是走向资本主义呢 这个社会主义国家 你变成资本主义 你得有一个过程 你达到这种水平 你从前一代都照自个主义的 3 5 1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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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 5 5 5 我看你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